订婚前夕,女朋友开了场尺度颇大的单身派对,有人问她,玩这么花,不怕成书彦明天毁婚吗?她语调得意,她那么爱我,怎么舍得?怎么样,跟咱们圈出了名的小古板谈恋爱,什么感觉?两个字,无趣柳如烟冷亨,为了家里的生意,我算是现身了,以后甚至还要跟她过一辈子。 想想都可怕,哈哈,牺牲老大了是吗?可不是嘛,我都怕被她带古板了,不行,我得让我爸给我买艘游艇做补偿,关掉录音的我,足足愣了五秒。 不是,她哪来的自信,觉得我非她不可,我从小到大循规蹈矩,爱学习,讲礼貌,尊重长辈,不招谁惹谁,反而被这群顽固二代看不起,订婚宴的前一天,我的日常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白天上课,晚上练了一个小时的琴,跑步半个小时,又去试了一遍第二天要穿的几套礼服。 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我决定早点睡觉。 躺在床上时,手机收到朋友发来的微信,是一条偷拍的视频,镜头快速扫过室内一圈,炫彩的灯光,还有很多人。 应该是一个在别墅内开的派对,尺度挺大,镜头扫过去的男女,全都穿着泳装。 发我视频的男生是我爸一个生意伙伴的儿子,两家人吃饭时,他主动要加我微信。 出于礼貌,我就加了。 其实我们并不熟悉,交流也不多。 我不明白这条视频的含义,发了个,过去。 这个叫江哲的男生回复我,哥哥,柳如烟背着你开了的单身派对。 跟那群狐朋狗友一起,还叫了好多男模,可过分了。 随即,他发了一条录音过来,背景喧闹嘈杂,不过不影响听清楚里面的说话声。 有人在问,玩这么花,不怕成书彦明天毁婚吗? 他那么爱我,怎么舍的? 这是我的女朋友柳如烟在回答,语调里带着得意。 怎么样,跟咱们圈出了名的小古板谈恋爱,什么感觉? 两个字,无趣柳如烟冷哼。 为了家里的生意,我算是现身了,以后甚至还要跟他过一辈子,想想多可怕,哈哈,牺牲老大了是吗? 可不是吗?我都怕被他带古板了。 不行,我得让我爸给我买艘游艇做补偿,关掉录音的我,足足愣了五秒。 不是,他哪来的自信,觉得我非他不可。 半年前,我和柳如烟在家里长辈的安排下相亲。 那时候,两家人刚好有一个大项目要合作。 一天,吃晚饭时,我妈问我,在学校谈女朋友了吗? 我摇头,她又问,有喜欢的人吗?我还是摇头。 那我们就给你安排相亲了,我妈认真的。 好呀,我爽快答应。 我哥在一旁笑道,你看,我就说吧。 他就是懒,连结婚对象都要我们帮他找,这么乖巧帅气的儿子,我都舍不得,真是便宜柳家那小妮子了,我爸语气愤愤。 在他们的介绍下,我对柳家以及柳如烟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柳家最近几年和我家在生意上颇多往来,关系不错。 他家有一儿一女,老早就把柳大少作为接班人培养。 柳如烟的哥哥比他大了八岁,早就进入家族企业,开始逐步接管家业了。 而柳如烟就是典型的不用管事的富家小姐,家里人宠他,他就只负责吃喝玩乐。 听爸妈说,他们家人口简单,而且柳总也不像大多富豪那样,在外面包养情人。 搞出私生子,我爸评价柳总,圈子里难得的洁身字号,除了长得丑点, 其他方面不比我差,而且因为柳大少比妹妹大得多,从小到大都很疼爱这个妹妹。 豪门圈子里,表面夫妻比比皆是, 但是,爸妈说,柳家算是少见的,跟我们家一样。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抢家产的事,从小到大,我都是在爸妈和哥哥的宠爱下长大的。 我知道他们爱我,对我好,我很乐意他们安排我的一切,并享受这种关爱。 对于以后的结婚对象,在我成年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讨论过这件事。 我们是支持自由恋爱的,也不是那种只看家世,棒打鸳鸯的恶毒父母。 书宴上大学了,是大男生了,可以享受恋爱的美好了,我很感动,有这样开明的父母。 可是大学四年,追我的人确实不少,但我却没谈过一次恋爱。 因为,我没有碰到让我心动的人。 读研究生后,我对他们说,要不你们帮我找个对象吧,我懒得自己找。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综合评定各方面,为我找到最合适的那个。 爸妈一开始没当回事,后来我说了几次,他们才相信,我是认真的。 对于相亲对象,他们商量过,不会给我找那种家族接班人。 当家太太很难做的,需要帮妻子做好外交和后勤,各方面都要打理好。 挺累的我妈说,书宴,妈妈不想你以后太辛苦,你只要开开心心做自己就好了对此,我深表赞同。 爸妈的辛苦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话,我不想像他们那样累。 我的能力也有限,做不到像他们那样面面俱到。 我没什么野心和抱负,只想做被家人呵护的富二代。 爸妈帮我考察过,柳如燕的家庭氛围不错,大条件是通过了。 至于他这个人如何,我哥是这么跟我说的。 长得不错,各高人美。 至于人品,他刚从国外毕业回来,还没摸清不过。 哥哥希望这方面,由你自己去发掘我们可以帮你做任何事。 但任人识人的能力,是你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你要自己学会判断。 周围的人值不值得交往,尤其是你相伴一生的人。 你要自己认清他的为人,我点头。 柳如燕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我决定跟他交往试试。 三,看了江哲发给我的视频,我承认,对于柳如燕这个人,我还确实不了解。 我开始庆幸,还好明天只是订婚,还好现在我及时知道这件事,可以把订婚取消。 我拿着手机就去找了爸妈和哥哥,把视频给他们看了,我要取消订婚,他们看的视频也很气愤。 放心,爸现在就去给劳柳打电话。 柳如燕这小妮子平时还挺会装,没想到背后是这副德性我妈也气得不行,什么小古板,凭什么背后这么说咱们书宴。 我哥的脸则是阴沉的吓人,我爸当下就把视频发给了柳如燕的爸爸,并给他打电话,表示取消订婚。 对于他们毫不犹豫站在我这边,我是丝毫不会怀疑。 当时相亲的时候,爸妈就跟我说过,这并不是联姻,我们家对柳家也不是一副关系,只是我以后总归要结婚,他们就是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处处看。 不合适就分手,我哥是这么说的。 好了,事情都解决了,其他事也不用你管,你去睡觉吧,我爸拍拍我的脑袋。 我点点头,回到自己房间,刚躺下,柳如燕的电话来了。 从听筒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咬牙切齿。 成书宴,你要取消订婚。 是已经取消了我语气淡定。 凭什么,那个视频啊,不是已经发给你爸爸了吗? 一个单身派对,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那边喝了一声。 说你古板,还真一点都不愿。 什么年代了,我在订婚前开个单身派对怎么了? 这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吗? 观念不同,没法共同生活,我言简一概。 我不同意分手,不需要你同意,说着我挂了电话。 四,第二天是周六,我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去省图书馆。 在大门口,却遇到拦住我的柳如烟。 聊聊,她挑眉,我点头,不想再继续纠缠下去,还是一次说个清楚吧。 我们刚在咖啡馆坐下,就有男生大胆走过来。 你好,能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帅气的男生仿佛没看见我,直直盯着坐在对面的柳如烟。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顽劣地笑了,胆子这么大,不怕我是有主的。 试一试嘛,万一坐在对面的是你弟弟呢? 再说,有男朋友怕什么? 只要没结婚,我都有机会男生大胆放眼。 柳如烟掏出手机,打开微信二维码给男生扫。 男生满意离开,全程,我就坐在对面,一言不发。 对于柳如烟的受欢迎程度,我毫不怀疑。 毕竟我也是严控,相亲时,第一眼就被她的外形吸引。 柳如烟的长相介于少女和成熟女人之间, 妩媚的眉眼间还带着少女特有的清纯。 懒散地靠在那里,有一种浪荡女的坏坏劲。 不少男生其实也有征服欲,面对这样的女生, 会生出一种能让浪子收心的男主角般的自信。 当然,我没有这样的志向。 相亲后,我愿意和柳如烟试一试, 但是,纯粹是因为她是我现实中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女生。 看着就赏心悦目,我二十多了还没谈过恋爱呢, 她又是我的相亲对象,谈一谈也无妨。 以前这样被人觊觎女友的情况,我也不是没遇到过。 之前和柳如烟一起看电影,就有男生大胆来问, 我是不是她男朋友? 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对,我有男朋友,你可以离开了对自己的受欢迎, 她颇为自得。 每次都会问我,怎么样,有一个这么美的女朋友, 是不是产生危机感了? 我总是很配合她,愣,我得把你看老点可能是分手了。 她再也不用演戏,当着我的面就加了别的男生微信。 我再问你一次,你确定要跟我分手? 柳如烟直直盯着我问, 确定她似乎很生气的样子, 猛地站了起来,深吸一口气,又坐下。 你也看到了,我有多抢手。 我只给你这一次反悔的机会, 这次错过了,不管你再如何哀求, 我都不会再回头,放心吧, 我不会后悔的,我联盟保证。 程书彦,她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狠狠喘气,刚才那男生问我要微信, 我给了,你就没什么要说的。 我们已经分手了, 这是你的自由,我与其认真。 好好好,分手, 咱们一刀两断, 她咬了咬牙,气愤离开。 误误,我和柳如烟的订婚取消。 这件事两家人都对外公布了。 我自认为,咖啡馆那次, 也算是跟柳如烟谈妥了。 这段感情就彻底结束。 可是两天后,柳如烟发给我一条入群邀请, 我才发现,自己忘了删掉她。 正准备把她拉黑, 我瞟了眼那个群的名字, 一时愣住, 乍翻世界又如何, 这个群名怎么有点眼熟。 忽然间, 我想起来江哲曾经跟我发的信息。 树燕哥,柳如烟根本不喜欢你, 那群二世族有个微信群, 他们还在里面说你坏话, 我发小就在群里, 我让他拉我进去。 他不肯,他没约定好, 群里只能是那些人。 任何人不能拉新人进去, 可是我看过那个聊天界面。 他们都嘲笑你, 说你古板, 是你爸妈的傀儡, 是豪门二代的耻辱, 我想把聊天界面拍下来发给你看。 我发小不让那些人对你平头论足, 恶语相向, 柳如烟不维护你, 还跟着起哄, 你信我。 柳如烟不值得, 你别跟他在一起, 对了, 那个群的名字叫乍翻世界又如何。 我争取混进去, 以后把聊天记录发给你看, 后来, 柳如烟在我面前玩手机时。 我特意偷看过他屏幕几次, 并没有看到关于那个群的名字。 而且, 当时我刚加上江哲的微信没多久, 我发现这个男生有点过于热情。 他挺热衷于劝我和柳如烟分手, 怀着谨慎的态度, 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 对于他过于明显的目的, 我也有点怀疑他别有用心。 所以对于这个男生, 我一直维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 现在, 看到这个群名, 想到江哲曾经说过的话。 好奇心作祟, 我点了加入。 刚进群, 有个叫别挨老娘的人发了一条恶意满满的信息, 欢迎舔狗进群。 六, 我看了眼这人头像, 确定自己并不认识他。 那应该就是柳如烟的某位朋友。 反正他们整天都是一群人混在一起, 我至今还分不清谁是谁。 我不喜欢跟柳如烟的朋友们玩, 不是瞧不起他们不务正业, 无所事事, 而是性格, 习惯实在不大。 那群人到哪儿都是闹哄哄的, 不是喝酒就是赛车, 最安静的时候就是在会所打麻将。 关键是他们的作息, 实在是夸张, 基本上每天都是咒服夜出, 玩到夜里三四点, 甚至通宵到清晨, 再一觉睡到下午, 吃完饭又开始玩。 我只跟他们一起出去玩过两次, 晚上十二点坚持离开。 每天晚上十一点前入睡的我, 实在是吃不消这样的作息, 后来, 无论柳如烟怎么邀请, 我都不愿意再跟他的朋友们一起玩了。 那时候我还感慨, 还好柳如烟跟他们不一样。 柳如烟从国外毕业回来, 他哥就给了他一家小公司, 让他练手, 学着经营管理。 他哥还派了两个助理跟着他, 要求他每天必须去公司处理事务。 半年内, 如果公司业绩下滑, 会根据情况没收他相应数量的赛车。 柳如烟为了保住他心爱的赛车, 每天勤勤恳恳去上班。 还被他那些朋友们嘲笑是乖宝宝。 他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出去跟他们玩。 现在想想, 物以类聚, 如果不是性格相合, 怎么可能玩到一起? 柳如烟跟他那些朋友们根本没有区别, 都是一丘之合。 他把我拉到这个群里, 本就是为了泄粉。 我以为已经结束的事, 他现在还在耿耿于怀, 可能是不甘心我取消了婚约, 觉得我下了他的面子吧。 那句欢迎舔狗进群的消息发出来后, 下面跟着一长串的看热闹表情包。 哎呦呦, 让我来瞻仰一下咱们大名鼎鼎的乖乖男乖乖男 现在敢喝酒了吗? 这你都信, 说不定表面滴酒不沾, 背着咱们干两斤二锅头呢。 就是, 说自己从没喝过酒, 笑死我了, 从没见过这么假的人看到这些信息。 我想到了之前跟柳如烟一起去酒吧的那次, 我一向喜欢安静, 很少去那么热闹的场所。 酒吧里人声嘈杂, 再加上快节奏的音乐, 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 吵得我头疼。 正想去外面透个气, 柳如烟的朋友们却起哄让我喝酒, 他们给我端来一杯调好的酒, 还说这是特意关照我的, 度数很低。 我认真拒绝道, 我从来不喝酒那些人一开始哈哈大笑, 发现我不是在开玩笑, 就开始互相对视, 又轻蔑地看向我。 那样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他们摆明了不幸, 还嘲讽我做作。 可我说的是实话, 我确实从小到大没沾过酒, 哪怕是裹酒。 就像有人不喝茶, 有人不喝咖啡, 我不喝酒, 这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事吗? 谁规定了人必须要喝酒? 有人不服气, 还要来劝, 我直接起身, 朝酒吧外走。 柳如烟追了出来, 跟我道歉, 把我送回家。 他说那些朋友肆意惯了, 让我不用理会他们, 也是那次, 我郑重告诉柳如烟, 以后我不会再跟他那些朋友来往。 七, 群里大量的信息还在刷屏, 据说乖乖男每天都早睡早起, 从来不熬夜的哦, 不是我说, 这男的真不是从古墓里出来的吗? 倒也不是, 有的人当傀儡习惯了, 还引以为豪, 殊不知早已失去自我意识, 每天晚上出去跑步, 据说就是他妈妈安排的, 还真是妈妈的乖宝宝呢, 看到这里, 我确信。 柳如烟这人不是理解能力有问题, 就是表达能力有问题, 我记得, 自己当时明明不是这样说的。 那天晚上吃完饭, 柳如烟非要开车带我去海边吹风, 我拒绝了, 说晚上还要跑步。 从小, 我的体质弱, 经常感冒, 医生建议我多运动, 因为跑步是最简单的运动, 小学时我就养成了早期跑步的习惯。 不过那时候是妈妈每天陪我跑, 坚持大半年后, 我发现身体真的好多了, 几乎不怎么感冒了。 后来, 跑步就成了我长期坚持的一项习惯, 以前是每天跑, 去年开始读研究生后, 课业陡然增多, 每天还要练琴。 妈妈心疼我太累, 就提议每周跑步三次就行了。 而且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夜跑, 因为运动过后睡得更香, 早上也不用跑得满身大寒再去洗澡。 柳如烟约我那天是周日, 那一周, 我因为要赶论文, 一共只跑步两次。 每周三次跑步是雷打不动的, 所以周日这天, 我必须把第三次跑步打卡完成。 我拒绝了柳如烟晚上去海边玩的建议, 还把自己跑步的事讲给了他听。 可是, 到了他朋友嘴里, 就变成了这都是我妈妈安排的任务, 我不敢反抗。 估计我说跑步是我自己喜欢的事, 我还准备挑战今年的伴马, 他们估计也不会信的吧。 我选择一言不发, 对这些人解释, 完全是浪费口舌。 他们固执己见, 听不得一点劝, 还自诩为有主见, 为此沾沾自喜。 比如现在, 他们坚持认为我是个妈宝男, 认为我虚伪做做矫情, 全然不管认识一个人是要自己去了解的, 而他们也只见过我聊聊几次, 话都没说过几句。 怎么能就此判定我是怎样一个人? 群里继续热闹着。 其实乖乖男也有点可怜, 任何事都要被摆布, 据说他练了十几年的小提琴, 从来不敢松懈, 还要被迫考级。 好惨哦, 是啊, 以前从贵族学校转到普通中学, 要听从爸妈安排, 后来高考填志愿, 都是他哥一手操办。 他都没有脑子吗? 不能稍微自己做主一下吗? 也不能这么说, 脑子肯定是有的, 人家可是考上国内数一数二的顶尖大学。 你们考得上吗? 考不上, 但咱也不稀罕, 只有乖乖男才会为了讨好家长好好学习, 咱谁也不用讨好, 就要活得自在, 就是谁也别想对老娘我指手画脚, 谁敢干涉我, 天王老子来了也给他穿翻天, 看了这些议论, 我都有点哭笑不得。 原来这就是人云亦云。 八, 上初中时, 我确实在所谓的贵族中学上学, 但不到一年, 我就发现, 那里没有我想要的学习氛围。 在这里上学的孩子, 没有任何学业压力, 只把学习当作生活的调剂。 在我的要求下, 爸妈把我转到了公办初中, 这里的同学们每天都按部就班地学习, 不讨论去哪里玩, 不攀比谁买了绝版的衣服玩具。 生活很单纯, 我喜欢这里纯粹的学习氛围, 很快适应。 后来中考我是全市第一, 我也没有选择去所谓的贵族高中, 而是直接进入重点高中, 我高考发挥正常, 和预估的分数差不多。 因为我哥当年是全省理科第三名, 他对各所高校的了解比我多, 而且也有填报志愿的经验。 所以我填志愿时, 主动向我哥请教, 后来也是在我哥的建议下, 选择了报考的大学和专业。 我也很感谢我哥, 为了帮我, 查了很多资料。 至于坚持学小提琴, 和跑步一样, 是我自己的兴趣。 小时候, 爸妈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给我报了很多兴趣办。 画画, 钢琴, 轮滑, 小提琴, 声乐, 主持人, 跆拳道, 游泳等等, 我都学过。 爸妈说, 我只用挑自己喜欢的去坚持就行了。 其他的课程后来都慢慢放弃了, 只有小提琴一直坚持下来。 因为我喜欢小提琴的音质, 还觉得站着拉琴的样子很优雅。 爸妈说, 既然选择了这个, 就要坚持, 不能半途而废。 我点头, 有时候也会觉得辛苦, 每天那么多作业, 还要练琴。 实在想放弃的时候, 妈妈就会温柔地鼓励我, 给我奖励, 推着我往前走一段。 就这样, 十几年的练琴我坚持了下来。 考过了十集, 后来还参加过一些音乐会的演出, 更加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我很庆幸, 没有放弃这个兴趣。 我有疼爱我的家人, 他们也尊重我的意见。 生在这样的家庭, 我一直觉得很幸福, 怎么在他们口中, 就成了受人摆布的傀儡? 他们凭什么这么污蔑我和我的家人? 明知道家人对我好, 偏要跟他们对着来, 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个性, 那我做不到。 我舍不得让真心爱我的家人失望, 伤心。 群里, 各种嘲讽的话还在继续。 一直沉默不语的柳如烟忽然开口。 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 大家给我个面子, 不要再讨论我的前任了, 聊天的话题立马变了。 是你说的咖啡馆里, 像你要微信的帅气男生吗? 这帅哥可以, 看着斯文, 喝起酒来却相当豪迈, 一看就是真性情, 不虚伪做作, 比那乖乖男强多了, 如烟下次还带着帅哥出来玩, 就喜欢这种放得开的。 扭扭捏捏的男人咱尽谢不明, 为了迁就那乖乖男, 咱如烟还要配合他去图书馆约会, 做做死了, 也不知道如烟怎么忍下来的图书馆约会。 哈哈, 我都心疼如烟了, 委屈这么久, 他该吃点好的了, 我是真的想不通, 图书馆约会怎么了? 大学生们不都是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学习? 那段时间, 我课业繁忙, 每天都要去学校的图书馆。 是柳如烟自己说要去图书馆陪我的, 我又没有强迫他。 他还说, 这样安静的约会还挺新奇, 他喜欢看我专注学习的样子。 我越来越喜欢跟你待在一起了, 有种安稳的幸福感, 那群狗仔子们几次叫我出去玩, 我都推了。 说实话, 我现在对那种闹哄哄的氛围都有点厌倦了曾经, 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眼里的深情看着也不像是假的, 原来他那些喜欢我的样子都是装的。 渣女? 我不理解, 我从小到大循规蹈矩, 爱学习, 讲礼貌, 尊重长辈, 不招谁惹谁, 反而被这群纹固二代看不起, 可能是脑回路不同, 注定不能互相共情。 我不想再跟这些人浪费一分钟, 一群神经病, 滚蛋。 我气愤地在群里骂了一句脏话, 就果断退群。 随后拉黑了柳如烟的联系方式, 九, 我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每天上课, 恋情, 日子平淡而充实, 我和柳如烟的生活再也没有交集, 只是偶尔从身边的朋友那里听到关于他的三言两语, 据说, 在我之后的那个男朋友, 他只谈了一个月就分手了。 后来, 他陆续交了好几个男朋友, 时间都不长, 他哥交给他的那家公司他也不管了。 和他哥吵了一架, 撒起跑了, 再也没去过公司。 他吵着要自己创业, 从他爸那里要了一笔钱, 先是投资了一个电竞战队。 战队养了一年, 花钱如流水, 却没出任何成绩, 最后以解散告终。 他又从他妈那里哄了不少钱, 最近开了的赛车俱乐部, 号称要大干一番, 把俱乐部做成全国最顶级的。 他那群二代朋友们, 不知道是不是玩够了, 还是在互相攀比, 争先恐后开始创业。 我问我哥, 他们创业有成功的吗? 小打小闹, 不成气候我哥都懒得提。 片刻, 他盯着我, 你不会也想创业吧? 研究生刚刚毕业, 我现在正好处于待业阶段。 我赶紧摇头, 我可没那份失业心。 之前不是说过吗? 我听从导师的意见, 留校任教我哥点头。 笨, 你们导师经验丰富, 看人也准。 他的意见听了没错。 我也觉得你性格安静, 不爱折腾, 挺适合当老师的那个我吃一了一下。 从小到大, 你们给了我很多零花钱, 我都用不完, 攒在那里也不少了。 就想咨询一下你, 有什么稳妥一点的投资, 最好是稳赚不赔的那种稳赚不赔。 我哥倾笑, 你还挺贪心, 我都不敢打包票。 什么投资是稳赚不赔的我哪里贪心? 我只是觉得钱放在那里, 还不如做点稳当的投资, 少赚点也没关系。 只要比银行利息高, 就行我哥思索一番。 斟酌语句道, 你研究生念完了, 要真正进入社会了。 而且, 跟柳如烟的那段感情也过去一年多了, 也彻底走出来了吧。 我眨眨眼, 柳如烟是谁? 不记得了, 我哥笑了。 那就好, 你现在还抗拒相亲吗? 我从来不抗拒相亲啊, 不是我们催婚, 主要是看你这状态。 我和爸妈都认为你太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了, 如果我们不帮忙, 你可能三五年过去都不会主动找女朋友, 的确, 我一向自得其乐, 懒得去主动认识新朋友。 上次, 我们导师牵线, 联合三所高校, 办了个研究生联谊会。 结果我因为追剧, 忘记去了。 导师知道后, 气得要打我。 我哥用食指戳了下我脑门, 我也想揍你了。 你都不能积极点, 主动谈个女朋友吗? 我挽着他的胳膊撒娇, 这不是由你们吗? 你们帮我挑, 我一定配合每一次相亲每一次。 我哥杨梅, 你还想相亲几次? 我们都没正式, 天天忙着给你挑对象是吧? 那, 暂时相一个也行, 我这边还真有个人选, 就是家里情况不太好, 不过个人能力太优秀了。 而且他是个投资高手, 你可以认识一下。 就算感情没戏, 也能多个朋友投资高手。 我立马来兴趣了, 快, 安排我明天相亲时。 这次相亲, 我是抱着结交一位投资高手的心情来的。 不料, 第一次见面, 还真被这人吸引了。 贺勤的外形很出色, 可以直接出道的那种。 不过, 他跟柳如烟是不同的类型。 柳如烟不论是容貌, 还是神情, 都还带着一股傲慢。 而贺勤虽然看着年轻, 但眼神却从容淡定, 整个人散发着老干部般的稳中气场。 我以为他这样的人应该话不多, 西子如今那种。 可相亲的这餐饭下来,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反而使他侃侃而谈。 他说话条理清晰, 语速不急不缓, 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 被他讲述的内容吸引住。 你的知识储备量真是大的惊人, 不愧是哈佛高材生。 我忍不住赞叹, 整个交谈下来, 不论我说什么, 他都能接得上话。 连我谈自己的专业课题, 他都能说出我们院里几个叫得上名号的教授。 甚至我们行业最新出了一篇颇有争论的论文, 他也看过。 你不是学金融的吗? 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瞪大眼睛。 我们做投资的, 涉猎面向对广一点, 也就是平时新闻看得多, 他语气谦虚。 今天认识你很开心, 我也了解到投资水太深, 不是我能把控的, 还是不瞎掺和了我笑起来。 不, 我反而觉得你很聪明, 一点极透。 如果真的钻研这行的话, 说不定真能做出一番成就, 还是算了, 我没那么多精力, 我摆摆手。 以后有好的投资项目, 金额不太大的, 我带你一起。 太好了, 我这也算是抱上大腿了。 那, 我有能跟你进一步了解的机会吗? 他试探着问, 当然, 感谢我哥帮我用心挑选对象, 我对他是真的有好感, 也想继续接触。 其实, 我想问一下, 你对我没有一点眼熟的感觉吗? 我盯着他, 仔细在那张脸上看了又看, 皱着眉头,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熟悉我们以前见过。 金阳中学, 两栋教学楼顶他提示, 我开始搜寻记忆, 片刻, 恍然大悟, 你是那个想不开的学姐。 久远的记忆在脑海里慢慢浮现。 金阳中学就是我曾经就读的那所贵族初中, 每天中午, 教室里喧闹得非反迎天, 那群学生们恨不得把屋顶掀翻。 我想静静看一回书都不行, 只能跑去外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那天, 到达楼顶时, 我刚好看到一位女生坐在围栏上。 她的双腿就那么伸向外面, 晃呀晃, 只要轻轻一跳, 就会像一只蝴蝶飘出去。 看得我心惊胆战。 学姐, 你不要想不开, 我惊慌着去安抚她。 至于为什么叫学姐, 因为我初一刚开学, 她是学姐的概率很大。 女生回过头, 背光的她面容有些模糊, 但看得出来容貌出色。 你长这么好看, 每天照镜子心情都会好, 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呢? 我慌不择言, 哦, 那你说说, 我还有什么优点? 我看看能不能抵消我的男过, 为了让他打消做傻事的想法, 背负着挽回一条生命的重大使命。 我挖空心思, 对面前这位同学各种夸赞, 连你的校服没有一丝褶皱, 一定是位积极生活的向上女生这样的话, 都能扯出来。 听了我乱七八糟的一通夸赞, 这位学姐居然轻轻笑了下, 她转过身, 从栏杆上跳下来, 我这才发现, 她个子挺高, 都快赶上我了。 漏了一点, 你是我见过同龄中个子最高的女生, 学姐又笑了。 好, 听你的, 我不做傻事了。 走了, 拜拜, 直到她离开, 我还沉浸在成功挽救一个人生命的巨大成就感里, 无法自拔。 十一, 看着眼前这张稳定淡然的脸,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她曾经会有轻生的想法。 那时候, 你一定很难过吧? 我问, 贺勤这样心性坚定的人, 得有多伤心才会不想活了。 我哥告诉过我他家里的情况, 既然是帮我挑相亲对象, 家庭背景肯定是要了解的。 我哥说, 这是他唯一的瑕疵。 柳如烟的父亲是圈里有名的宠千灭妻, 他比那些平凡换情人包养的富豪还可怕, 至少那些人只给钱不给情, 图的是自我享受。 而他父亲则是以痴情闻名, 痴情的对象不是他母亲这个合法妻子, 而是外面的情人。 在他小学时, 他父亲遇到了真爱, 为了离婚跟真爱在一起, 闹出各种荒唐事。 但他爸妈是联姻, 有两边家族压着, 拖了好几年没有离城。 贺勤初三那年, 他爸妈终于离婚了。 现在想想, 我在楼顶碰到他时, 正是他爸妈刚离婚时, 所以, 我才会猜测, 他是因为这件事想亲生。 不料, 贺勤又笑起来了。 那天过后, 我去找过你, 不过他们说你转学了, 嗯, 我觉得学校的氛围不适合我学习, 就转去公办初中了, 我去找你, 其实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并没有想要跳楼, 那你坐在栏杆上干什么? 我惊讶, 多危险啊, 随时都会掉下去的下面有个平台, 距离楼顶也就一米多, 跳下去甚至不会摔伤, 他解释道, 我坐那里, 就是因为爸妈刚离婚, 心情太好,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抒发一下情绪, 爸妈离婚, 你心情好。 嗯, 我早就盼着他们离婚了, 在一起只会互相折磨, 而且, 我对那个男人也没有任何感情, 怎么可能为了他自杀? 他配吗? 那我劝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 我错了, 当时看你紧张惊慌的样子, 觉得挺可爱, 想逗逗你。 我第二天就准备找你道歉, 你却转学了, 行吧, 原谅你了和贺卿的交谈很愉快, 我们加了微信, 分别后, 我俩还一直在微信聊天,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从彼此的兴趣爱好, 聊到我以后的工作计划, 他表示, 我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当老师的男朋友, 躺在床上, 想到这条信息, 我嘴角还是翘的, 正要回信息, 电话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迟疑着接了, 书彦, 明天能见个面吗? 是很久没听过的, 柳如烟的声音, 十二, 没时间我直接拒绝, 如果你不答应, 我每天都去你们学校等你, 你是在威胁我, 我哪敢, 他苦笑, 我只是求你, 跟我见一面好吗? 我们分手一年多了, 没有必要再见面, 好, 那我明天就去你家找你,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非要见我, 但也不想被他纠缠, 还是答应了他, 我们还是约在了之前的那家咖啡馆, 说吧, 什么事, 我开门见山, 不想浪费时间, 柳如烟的脸, 还是一如既往的美, 但我却懒得看一眼, 你去相亲了, 他质问的语气,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 一点主见都没有, 你哥让你相亲你就去, 你不会拒绝吗? 我为什么要拒绝, 这是我哥为我精心挑选的对象, 我自己挑肯定比不上这个,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为什么要受家人摆布, 他们真心爱我, 对我好, 我不听他们的听谁的, 我就喜欢让他们安排我的生活, 你真是无可救药, 柳如烟咬牙切齿, 在说, 那个贺勤有什么好, 他爸妈感情一团糟, 生在那样的家庭, 性格能不有缺陷, 我现在居然听不得别人说贺勤不好, 立马反传相机, 你家里倒是和谐, 爸妈感情好, 但也挡不住你玩的花, 我单身派对那次, 是我最后一次玩, 我本来准备以后就收心, 跟你好好过日子的, 那我还要谢谢你了, 我阴阳怪气, 柳如烟烟烦躁地赚着手里的杯子, 书彦, 我想不通, 你明明那么爱我, 为什么说分手就分手, 头都不回一下, 他的话属实惊到我吗, 我记得当时进他们那的群也是, 迎面就是一句欢迎舔狗进群, 我不理解,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和他朋友都误以为, 我对他深爱不已, 柳如烟, 我并不爱你, 从相亲到快订婚, 我们也只是认识半年而已, 能有多爱, 我认真解释道, 不可能, 他反驳, 你为我费了那么多心思, 做了那么多事, 怎么可能不爱我, 不是, 我做了什么, 你从没下过厨, 却在我生病的时候, 给我煮粥, 你有时间就会来公司等我下班, 陪我一起吃晚饭, 你看了我的印帐号, 知道我喜欢什么, 会在我生日的时候, 为我准备惊喜, 柳如烟叙叙叨叨说了很多, 都是我为他做过的事, 我承认, 这些确实是我做过的, 但那都是我在爱情宝典里学的, 当时跟柳如烟在一起, 我一开始对他并不反感, 只要不跟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 他看着还是挺正常的, 主要是他家里的成员太加分了, 他爸妈和哥哥对我都很好, 而且他爸妈是圈里有名的恩爱夫妻, 我想在这样家庭氛围下长大的小孩, 感情观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 恋爱时, 我是想认真经营这段感情的, 可是我从没谈过恋爱, 不知道怎样当好一个男朋友, 但我勤奋好学啊, 我相信, 只要我肯下功夫, 就没有学不会的, 于是我买了爱情宝典这本畅销书, 照着里面的案例, 学着去怎么当男朋友, 虽然我对柳如烟的感情一直频频, 面对他从来没有书里面写的那种, 心跳加速的感觉, 但我可以说, 在这段感情里, 我也尽力了, 我尽职尽责做好了男朋友该做的, 问心无愧, 但我没想到, 这会让他产生错觉, 认为我对他爱得狂热, 难道是我做得太好了? 十三, 我心平气和地跟柳如烟解释了一番, 他似乎不幸, 一直摇头, 你不爱我, 怎么可能, 书彦, 这一年多我一直在等你, 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我吃笑, 一边跟别人谈恋爱, 一边等我, 那都是假的, 逢场作戏, 我想让你吃醋, 我们两个并不合适, 你天生爱完爱闹, 我却喜欢安静, 我们也并不相爱, 我不理解, 为什么到今天, 你还在耿耿于怀? 柳如烟猛地抬头, 眼角泛红, 苦笑, 我怎么可能不爱你? 你爱我, 边和别人暧昧不清, 边爱我, 像是听到什么天方夜谭, 我瞪大眼睛, 有时候我会想, 如果你不是爸妈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多好, 可能我对你就没那么排斥了他的眼里含着悔意, 我只是, 只是不想当一个木偶被他们摆布, 连结婚都要被安排, 所以, 你就单纯地为了叛逆而叛逆, 我无法理解, 你都二十多了, 怎么还那么幼稚? 你不觉得什么事都被他们操控很烦躁吗? 不觉得啊, 而且, 那不是操控, 是关爱, 我很享受家人操心我的事柳如烟苦笑, 可能真的是我不够成熟吧, 故意跟父母作对, 不敢承认对你的喜欢, 如果没事, 我能先走吗? 我打断他, 不想再听了, 书彦, 他忽然拽住我的衣袖, 对不起, 我是胆小鬼, 连喜欢你都不敢表现出来, 他们都说, 你是虚伪做作的乖乖男, 是戴着面具的假人, 我就不敢承认自己喜欢你了, 怕他们笑话我, 其实相亲是第一次见面, 我就对你有好感, 我表面跟他们吐槽你有多古板, 其实却很喜欢跟你待在一起, 你离开后, 我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做作, 我爱上了那种安静的氛围, 我羡慕你自律的能力, 羡慕你能考上名校, 羡慕你认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后知后觉地发现, 那些说你坏话的人, 其实跟我一样, 都在嫉妒你, 他们嫉妒你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 心里阴暗, 就诋毁你听他说了这些, 我只是稍微惊讶了一下, 原来, 他们竟然是这样想的, 不过, 他们是怎样的人, 我也不在乎, 以后都不会有交集了, 说完了, 那我走了, 走到咖啡馆门口时, 柳如烟在背后喊,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像个小丑, 我没理会, 直接离开, 心里想的是, 不是像, 你就是个小丑, 十四, 贺青知道我去见了柳如烟, 还吃醋了, 你不会对他余情未了吧, 一向稳重的他, 居然鲜少地紧张起来, 我轻笑, 从来没有过情, 哪来都未了, 贺青这才整个人放松下来, 我和他恋爱半年, 别人都以为我爱惨了他, 我却说没爱过, 你不觉得我假吗, 我好奇问道, 他摇头, 你对他好, 是因为你重视这段感情, 在用心经营, 一段关系里, 人品比感情更重要, 我只看到, 一个男生为自己的感情, 在努力付出, 认真维护, 我很羡慕柳如烟, 能够被你一女朋友的身份, 慎重对待, 可是, 我必须承认, 现在对你只是有好感, 远没有到爱上的地步, 我说, 有好感, 那也行了, 说明我的起点不逼柳如烟滴, 这就足够了贺勤眉开眼笑, 我们慢慢相处, 感情是能培养的我点头, 这一点我赞同, 希望我俩感情培养顺利, 和贺勤在一起大半年后, 我们订婚了, 他本来是向我直接求婚来着, 我也喜欢他, 但还是拒绝了, 我还是觉得认识的时间太短, 就这么结婚太快了, 贺勤退而求其次, 非要订婚, 订婚的这天, 我见到一个熟悉的人, 那个叫江哲的男生, 他居然叫贺勤姐姐, 在我的逼问下, 贺勤才承认, 当初是他让江哲来接近我的, 他说, 爸妈离婚后, 他很快就跟着他妈去了国外, 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我, 后来回国后, 发现我跟柳如烟在一起了, 他觉得天都塌了, 那女的要是足够优秀, 我也就只能把不甘咽下, 可我查了下, 纯粹就已玩哭二十足, 高考直接弃考, 才被他爸妈送到国外一所野鸡大学镀京, 这样一个垃圾, 凭什么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就找了你弟弟接近我, 让他天天说柳如烟坏话, 贺勤叹气, 江哲这小子, 一点心眼都没有, 目的太明显, 让你生了警惕心, 交都交不会, 气死我了, 我斜眼看他, 那时候我才初中, 你就惦记上我了, 禽兽啊你, 没有他赶紧否认, 当初只是朦胧的美好印象, 其实后来, 我都忘记你的模样了, 回国后第一次见你, 那才是爱情的开始, 老实交代, 你是怎么迷惑我哥, 让他安排我们相亲的, 我哪敢迷惑, 都是直接展示自己的实力好吧, 只怪我太优秀, 最终获得大舅哥的认可, 你知道为了接近他, 当初我送了多少好项目吗, 怎么, 你心疼了, 怎么可能, 反正都是自家人, 谁赚不是赚, 十五, 我和贺琴刚订婚, 很久没动静的柳如烟, 又忽然出现, 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我面前,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 早上出门, 他的车等在楼下, 中午去食堂吃饭, 他又在旁边晃荡, 哪怕我跟贺琴约会, 他也不禁不远地跟着, 咱们出去旅行吧, 我对贺琴说, 就当订婚后的小蜜月, 你有时间吗, 陪你, 随时都有时间贺琴说, 但我不想你被迫出行, 如果你担心柳如烟继续纠, 我来给他找点事做, 把他打发走, 不是, 就是想和你一起出去玩, 我们还没一起旅行过呢, 贺琴心情好起来, 我现在订票, 晚上就出发旅行一圈回来, 我还有点担心, 柳如烟会不会又找来, 庆幸的是, 他好像遇到麻烦事了, 他开的赛车俱乐部出人命了, 好像是之前的一次比赛, 有辆车在山道翻车, 赛车手当场离世, 那位赛车手家事也不俗, 他家里人坚决不和解, 要跟柳如烟打官司到底, 三个月后, 柳如烟的判决结果下来了, 有期徒刑三年, 他刚被判刑没多久, 他的一位朋友也出事了, 就是曾经在群里叫我舔狗的那位, 他开了一间酒吧, 被查出有违禁品, 也即将面临牢狱之灾, 这两件事后, 那群经常混在一起的人, 忽然就散了, 据说, 有人是被他俩的事吓到了, 不敢再折腾什么做生意了, 老老实实回家当米虫了, 还有人是家里人担心自家孩子被带坏, 被强行送出国了, 那些气焰嚣张的二世祖, 曾经看不起我听家里话的人, 都受到了现实的毒打, 一个个夹起尾巴老实做人, 变得比我还乖顺, 后来, 我去看守所探视过一次柳如烟, 是他爸妈来求我的, 他们说柳如烟苦苦哀求要见我, 看到他们两人衰老一大劫的面容, 想到他们曾经对我的好, 我没忍心拒绝, 坐在我对面的柳如烟, 眉眼见的骄傲不在, 看着成熟了不少, 我拿起话筒, 笑了笑, 你现在看着终于像个大人了柳如烟的脸颊滑下两行泪, 他哽咽道, 我错了, 那天被判决时, 看着爸妈伤心欲绝的模样, 我才知道, 自己有多混账, 如果没有我, 他们的人生本该是幸福圆满的, 书宴, 你知道吗, 我之前的话没骗你, 我爱你, 也打算在订婚后就不再瞎混了, 远离那些狐朋狗友, 好好跟我哥学习经营, 可惜, 你知道了单身派对的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 差一点啊, 差一点, 你就能把我从于你里拉上岸, 为什么你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呢, 柳如烟说着, 开始失声痛哭, 等他情绪稍微平静一点, 我缓缓开口, 柳如烟, 你十八岁就成年了, 我们认识的时候, 你也已经二十三岁了, 你自己拒绝成长, 怪不了任何人我没空陪你长大, 也没义务等你变成熟, 你的人生, 只有你自己能负责不再看柳如烟那张悔恨交加的脸, 我起身离开, 其实, 我有句话没说, 跟柳如烟在一起, 我也并没有后悔过, 我是个成年人, 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认真考虑后的结果, 如果选择错了, 我也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爸妈当初介绍我们认识, 也确实是因为她家庭氛围好, 但我们没想到的是, 她爸妈和大哥的三观都那么正, 却养出一个幼稚顽固的她, 她是我人生的一段经历, 让我见识到物种的多样性, 那段感情已经过去了, 我就不会再回头看, 因为, 我还有明媚灿烂的未来, 全文完, 为什么呢? aren